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可是我现在 已经辜负了她 你去了部队之后 我每周都去给肖叔叔测血压 她有时糊涂 有时清醒 只要她清醒的时候 都会说起你 说你小时候掏鸟窝 到载中摔下来 说你玩弹弓 把邻居家的玻璃打碎 被她拎着扁单满院子追 不过她念叨最多的 还是你打把有多准 从小就是跑步冠军 说你在新兵连沉寂优异 还进了进兵班 你从来都没有辜负她 相反 你永远是她的骄傲 春生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 这一次在战场上 也是我第一次看见死亡 那是一个刚成年的小战士 在排雷的时候 踩到了地雷 她被送进医院的时候 已经断了一条腿 我们给她做了紧急的截直清窗 她流了那么多血 受了那么多的罪 好不容易要过了手术 伤口也开始渐渐恢复 可最后还是因为感染牺牲了 她最后牺牲的时候 眼睛始终是睁着她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双眼睛 你是一双渴求活着 渴求生命的眼睛 我这条命好不容易留下来 我得带着战友们的希望 继续活下去 都得活回来 我同事帮我联系了外科专家 这样的手术 他们可以做 小妹 谢谢你 无论怎样 只要活着 就还有希望 好 喂 红灵儿来了 小妹 你去忙吧 春生这儿我来照顾 你们聊 辛苦了 小妹 谢谢你 谢谢你 我最近忙着演出没来看你 肖叔叔的后事处理好了吗 肖叔叔的 你都管她好吗 我知道你忙 没事 你别惦记我 我在这儿是特别好 我吃得好 住得也好 大家伙儿都特别照顾我 而且我也知道 最近是你的关键事情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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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灵儿 你那巡演怎么样 还顺利吗 啊 我俩 关于我腿的事情 我之前没跟你说实话 我之前不是向你保证 部队为我演出的时候 我总是去看吗 我恐怕要失严了 我恐怕要失严了 为这个呀 我上次就能随口一说 哪能好那么快啊 我脊柱里有两枚蛋片 压迫神经 我这腿连现在最基本的动 都动不了 火力尔 你别急啊 我可以回北京做手术 那边有自胜的专家 要是手术成功的话 我还是可以再站起来的 可是手术都是有风险的 你想过以后吗 春生 以后 我以后 还是要当一名战士 可是你知道 那已经不可能了 你的伤 上次小妹已经告诉我了 她说 哪怕可以做手术 能恢复正常行走 也已经是极限了 春生 我知道 你的理想 你的抱负 你对当兵的执着 可是咱们也得考虑现实啊 最近 陶团长找我谈话了 他还说 等这次学宴结束 就向队里提申请 把我升为乐队队长 恭喜啊 恭喜你 霍莲儿 我听国华说 组织打算给你一个文职的职位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到时候你也算是干部了 咱们就可以提恋爱报告 可以结婚了 霍莲儿 我不想做文职的工作 为什么 为什么呀 你知道的呀 你知道我从小到大的梦想 就是当兵上战场啊 可是你知道 那已经不可能实现了 我们能不能 我们能不能换个时间 再聊这个问题 我这辈子 把我记事以来 我的梦想一直就是 当兵保卫国家 哪怕中间 因为一些外界的因素 我实现不了了 也从来没有想放弃我 我都没有想过 还有其他的路可以走 红莲儿 我现在真的很迷茫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那就选文职 还是留在部队 还是一样报效国家 只不过换了一个岗位而已啊 我不能将你绑证什么 毕竟手术都是有风险的 我都不知道 我还能不能站起来 即使我能留在部队 我也不想选文职 我不是说文职的工作不好 我只是觉得很不适合我 而且我觉得部队 给我文职是照顾我 我不想成为部队的负担 实在不行 我就复原 春生 你好好想想吧 时代变了 也改变变了 而且我马上就要提干了 而且我马上就要提干了 我不想跟你分开 你看 很想想想想想想想怎么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问你 为什么当兵 报告首长 为人民服务 好样子 有我年轻时候的风范 保证不让您说 我没遂 黑幽 反动气硬很嚣张啊 那您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打算 没打算 让工作工作 让回家回家 都不让 就这儿呆着 爸 您知道我最欣赏您哪一点吗 就是这股争不守煮不烂的劲 富贵不能淫 贫荐不能倚 威勇不能趋勿 此之位大丈夫 因为您的身后是祖国 刚才不顶着 我总阶段红 instability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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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盛 你怎么来了 借你有心事来陪陪你 我没事 真没事 宏盛 咱们这么多年战友了 你想什么 我虽然不能说全知道 但是也能猜个一二 你是不是在想叶国华和萧成生的事 刚认识他俩的时候 我也没想到 他们的际遇会是现在这样 一个成了战斗英雄 另一个 是啊 谁能想到呢 叶国华 家世好 地位好 人品也不错 萧春生 虽然也都不错 可是现在毕竟受了伤 将来怎么样 还不知道呢 萧萧 我 那 我觉得不是说选他不好的意思啊 只是 我觉得吧 红灵 有时候面对选择 是不是该考虑一下感情之外的别的因素呢 每个人都不是只背负着自己的命运往下走的 我们的家人 他们也跟我们的选择息息相关 反正我只是个凡人 要是这两位优秀青年摆在我面前让我选 我估计 应该会挑一条好走的路走吧 马上就要毕业了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呀 我工作有了意向 不够还没最终缺点 陈主席好 陈主席好 你好 瞧你得意的 我当然得意了 现在整个学校都知道 这战斗英雄全军英模 那是咱发小 将来都等着靠我 来瞻仰英雄的风姿呢 你说我这学生会主席 岂不是鱼有容焉 油腔滑调的 你这人就是这样 永远地愣钞热讽 对了 朕以为你哥弄出这么大动力了 你爸妈肯定骄傲得不得了了吧 你这个当英雄的妹妹 就一点不骄傲 一点不自豪 少贫嘴啊 我是认真的 我当然骄傲了 我就是不爱挂在嘴上 还是冷漠 都是些虚荣而已 国华可是你亲哥 你怎么能这么说他呢 我不是说我哥 那你说谁呢 我是在说 今天 人家会因为你是战斗英雄 而被人拥粗 明天可能就因为别的什么事情 而被外人唾弃 我不喜欢这种命运被握在他人手中的感觉 所以啊 人已经站在最高处 就要想办法 别再掉下来 那你真不去了 成吧 怎么 别一副不高兴了 对了 春生哥的事怎么样了 受伤了呗 现在还在医院养着呢 听说 他就是在我哥 栗战宫的那场战役中受的伤 总觉得有点奇怪 哪儿奇怪啊 不好说 你觉得 就我哥和肖春生来说 谁更像是那个 不顾个人安危和组织命令 去获取情报的人 谁更像是那个 不顾一切回去营救战友的人 叶芳 人哪都是会变化的 你得用发展的眼光去看问题 更得相信组织 可重生的按钮 又irlou 走 走 进去吧 董 genuinely 来 董正 帮忙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谢谢啊 进入部队后 我和我的战友们 一直练兵备战 坚守岗位 一刻也不敢懈怠 希望 有朝一日 能有为国家 为民族 做贡献的机会 我能力不够 没能将所有的战友 带回家 战斗英雄 我愧不敢当 他们 是比我更值得 获得这个称号的人 今天 我带着他们的信念 来到这儿 向他们敬礼 敬礼 就是 敬礼 靳 敬礼 敬礼 有人 我刚才到处找你呢 想什么呢 我在想 如果春生在你 在我这个位置上 他会怎么选择 春生 一定会选择毫不犹豫地说出真相 哪怕会受到处分 他也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放下一切 跟我回北京 哪怕我这辈子站不起来了 他也一定不会放弃我 可是我现在 我连下这个决定的勇气都没有 我是看着我妈过来的 以前 他和我爸很相爱 可后来 我爸去舍了 我爸去舍了 那时候 他真没办法呀 又要养家 又要养我 他就只能跑去菜市场 打零工 干那些粗活 整个菜市场就他一个女人 跟那帮男人抢活干 他为了赚钱 为了赚钱 他大冬天的 还要帮人家洗衣服 那个水太凉了 他洗出了一手的冻疮 养的晚上根本睡不着觉 又不敢抓 我就问他 我说妈 你为什么不抓呀 他说 他说我怕抓破了 给人家衣服上留下印子 我知道 我知道 我自私 我孤弱 我也看不起这样的自己 爹 可是我真的不敢把一个人的生命 背到自己肩上 太重了 我怕我承担不了 将来我会后悔 春生也会后悔 我过去 彤灵 我最近也想明白一件事 你之前说得对 春生很好 我们都知道 他非常好 但我成不了他 我只是叶国华 只能作为叶国华去做选择 然后 承担这个选择的后果 选择是没有对错之分的 只要我们肯承担后果 就好 红灵 只要这份报告交上去 你可就是乐队队长了 你是个好苗子 你的前途还远着呢 你得想清楚 这样的机会 有些人一辈子都等不到 年轻的时候 谁没点那点心思呢 可是等过去了 你就明白 那种要死要活的情感 不过就是一种情绪 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少了谁 就活不下去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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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 进来 还有什么事吗 团长 我想请个假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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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少 春少 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当上队长了 洪霖 恭喜你啊 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洪霖 我知道 我知道你对音乐的热爱 那是你从小到大的理想 我也知道 让一个人割舍自己的理想有多么的痛苦 我不想让你因为我 而变成另一个我 可是我们怎么办 王团长跟我说 年轻时候的感情 只不过就是一种情绪 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少了谁就活不下去 可我只是想想 我们要就此分别吧 我就受不了 春少 我可能没办法 再这么喜欢一个人吧 皮癫 体育 联临 哪怕我以后站不起来了 我也一定会努力干出一番事业来 你愿意等我吗 红 红月儿 纯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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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好怕 纯绽 你会站起来的 对吗 你答应我好不好啊 如果我答应不了你呢 不会的 连大夫都判断不了的事情 我给不了你保证 如果你愿意等我的话 如果你愿意等我的话 霍莲儿 时间不早了 明天还要学业 有时间我再来看你 请多多久 未来是病人 未来自息 未来最后 未来是病人 未来自知病人 未来自知病人 未来 MAN 未来自知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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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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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 东西已经收拾好了 可以出发了吗 给我吧 走吧 等一下 护士同志 我走了 对了 这水果留给你们 谢谢你们这段时间 对我的照顾 辛苦了 谢谢啊 小梅今手术室了 还要一会儿才能出来 这段时间够麻烦她的了 就让她忙自己了吧 那祝你早日康复 借你起言 走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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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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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怎么才来啊 这场演出是专门为你们这些傅员士兵做的 我就不看了 这个 是春生留下的 他人呢 他在这儿 我会卫京了 一个小时之后的车 你 还想在见他一面的话 现在还来得及 还是有点一面的话 在这儿 他有两个小时之后 没事 我会把它抓住 哥们 他还要不让我相信 在两方之中去做选择 从石沙海开始 我们就一直陷在这种循环之中 理想还是现实 像生活妥协 还是坚守本心自我 我们像两条平行线 努力向彼此靠拢 却似乎永远隔着许多 我们都曾经拥有了太多 也错过了太多 想想这些年 仿佛都是外面的世界 推着我们在变化 然而现在 我们也应该要选择 自己想要追求的生活了 红灵 马上要开始了 你要去哪儿啊 春生要回北京了 所以 你是要去追春生是吗 你有想过你走了 演出怎么办吗 我现在看见你 有事 再把我给你 我拿到那儿 你也要做了 你还要做吧 春生就会回来吗 红霖 你这么努力 才拥有现在的机会 如果你现在走了 等于放弃自己的梦想 最后一场巡演了 只要能圆满完成任务 你就是乐队队长了 你真的要放弃自己 千辛万苦才得来的机会 我希望你选择我 但我更希望 你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 希望你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支持你的选择 也祝福你的选择 不管这个选择 会将我们 带向何处 红霖儿 未来我也会有自己的路 但不管怎么样 我都希望 我们能在自己选择的路上 坚定地走下去 我们的病人 我们都希望 我们再次再到达 我们 focuses 往前往 realm 我们在爱 我们想要 放弃自己的路上 渡散 如何 然后我们 散 作曲 李宗盛 崇敬着长大后的样子 阳光暖暖的呵护她发芽 波光玲玲中生花 我在梦里找到一枚书签 上面写一个蓝色故事 故事里面有我们的模样 你在讲我在听 愿岁月对你温柔以待 烟火人间看不见尘埃 愿未来对我慷慨这片海 一起看潮落潮来 愿热爱温暖所有的等待 哭着笑着微微到来 愿世界一如既往的青菜 蔚蓝的光洒向那片海 愿岁月对你温柔以待 烟火人间看不见尘埃 愿未来对我慷慨这片海 一起看潮落潮来 一起看潮落潮来 愿热爱温暖所有的等待 哭着笑着微微到来 哭着笑着微微到来 愿世界一如既往的精彩 中生花 我在梦里找到一枚书签 上面写一个蓝色故事 故事里面有我们的模样 你在讲我在听 你在讲我在听